大白天的睡觉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你别烦我 让我们衣服 队长 俺们大白天的睡觉 寻街都不去了 昨天晚上肯定去叫玻璃杯了 亲 他连什么叫敲玻璃杯都不知道 哪像你们这些老头子 忙去去吧 行 我说你是怎么搞的 昨天晚上我在医院待了一晚上 也没像你这样 你再这样子 我可不好帮你说话啊 有什么情况吗 连个鬼都没有 不过也没办法 防患也为人嘛 这才一个晚上 不过我有预感 他今晚一定回来 可谁能说清楚他哪天来的 咱们这是叫守株待兔 名副其实的守株待兔 喂 什么 又是那帮人贩子 在哪儿 慧乐礼 今晚去投啊 好 我知道了 我带人去 我带人去 怎么了 一帮人贩子今天晚上在灰勒里去投 那医院怎么办 对啊 医院不能缺人 那要不今晚我去医院 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 行 喂 张萍 带几个人 今天晚上跟我行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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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你 richard 不让便宜 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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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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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什么事 去看战区吧 叶涵 叶涵 咱们真是冤家路者 叶涵 叶涵 你今天跑不掉了 把人给我放的 我一枪没打死你 你从美国跑到这儿来了 原来就是杀你 杀我 没那么容易吧 可真是形影不离啊 怎么样 让我走 这人没事 你们两个也好好过日子 以前的事咱们一笔勾销 怎么样 温哥 一笔勾销 做梦 你杀了我的父亲吗 杀了我的同伴 你想一笔勾销 你做梦 有没有看到一个男的跑出去 有啊 往哪儿走了 好 往右走了 喂 小李杰 阿美啊 是不是还在职业班呢 什么 我马上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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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马上再去 我马上再去 你小子竟然从美国追到了上海 那咱们今天晚上就做个了结怎么样 什么废话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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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洁 李洁 好 佳敏 怎么样 据外科医生说 腿没断 但筋骨伤得很严重 我看没有时间半个月是好不了了 还好还好 腿没断 结束万幸了 你们等会儿 我去给他办住院手续 好 李洁这次受伤 全都是为了救我 安科 别那么想 当警察的嘛 受点伤势加上便饭 谈不上谁为谁 你们关总勤勃怎么没来呀 下属受伤 他应该来关心一下嘛 关先生还不知道呢 陆振愧没死 这是他最白听到的了 所以 我这次跟李洁去医院查访 都是瞒着他的 都是瞒着他的 没事的 安科 干嘛哭丧着脸 一点小伤 不用担心 还不担心呢 嘉敏你都告诉我吗 你听他的呀 我说没事就没事 我当然听他的了 他是医生啊 李洁怎么样 还行 伤筋动骨的味道不好受吧 是很疼 但是还能挺得住 要是今天我和安科 一起在医院守着的话 没准就能把那混蛋给抓住 都怪我太疏忽了 爸 你跟安科先一起回去吧 这儿有阿敏就行了 是啊夏伯 我 安科 你们回去休息吧 这儿有我呢 夏伯 你回去吧 我留下 奎哥 怎么样 要不要紧呢 我被人认出来了 什么人呢 这家伙就是我的科兴 几次三番的下让我翻船 他怎么会认识你呢 小点 你这儿有枪吗 奎哥 你算闷对人了 十九路军 扯出上海的时候 我从逃兵的手里 整了一支 奎哥 你看 好枪 你要喜欢 就拿去用吧 我今天晚上就要用这小子的血 来击这把枪 晚上净掉去 这 你身体不行吧 这小子是我的科兴 我要把他做了 免得夜长不多 可是 你 别那么啰嗦 赶紧给我偷一块两毛巾 让我擦一擦 快去 好 奎哥 兄弟 有沿途吗 有 快 我陪你一块去吧 走 怎么了 疼得厉害 我刚才没睡着 好 那我们去找家里 行 让他给我打进去腾震吧 我知道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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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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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擒杂工呢 他 他 他 跟我说实话 不然我一枪打死你 他 他 他他在楼上 陪着一个受伤的 巡捕 巡捕房还有其他人吗 这 这个 我 我真的不知道 哪个房间 零 零七号房 我 零八 你的伤怎么样 别废话啊 你跟李洁说 我马上就过去 嗯 嗯 嗯 姐 安可不好了 怎么了 阿敏 他 他又来了 谁来了 陆俊奎 我去对付他 安可 这里是乒乓区 在这里动枪容易伤及无辜 那好 你跟佳敏去腾出关线上 剩下的交给我了 让阿敏一个人去就行了 我跟你在一起 你现在这个样子 只能成为我的累赘 两把枪总比一把枪好吧 那好吧 走 关系 不行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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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别动 别动 爸 他们就来上面 可以啊 不行啊 你别管我 你快走 兄弟 下辈子 你还跟着你 好兄弟 我帮你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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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官主 人跑了 下楼接着他 是 快 啊 啊 我在搜查的时候 不知道被什么给打晕了 后来 后来什么都不知道了 关总 我失职了 算了算了 别说了 看看你这副模样 丢脸 丢进了巡捕房的脸 赶紧找套衣服去穿上 是 爸 你还没办法 关叔 行了 都别说了 你去喝安格 明天到我办公室去说 爸 李吉的腿 指着拐杖 也得去 我看是把你们惯坏了 你们看我爸 有气劲往别人身了 撒 你爸说的一点没错 我说了 堂堂巡捕房的巡捕 躲一个沙手 既然躲到太平千里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 是丢脸 真的丢脸 灰姐 我尽力了 我尽力了 陈魁军 你辛苦了 我现在 要去见左堂先生 我 在外面 我该怎么对你说呢 昨天回家一晚上没合眼哪 陆正葵的再次出现 从根本上就否定了我们上次的行动 一想起那次庆功会 我就不知道 我这张脸往哪搁 我现在也不知道 对上面该怎么写 这份行动报告 当我接到阿敏的电话 我满以为是 抓住陆正葵的 一丝极好的机会 起码可以对上次的行动 有个弥补吧 可是到头来 还是错失良机 看来我这个总巡部 要当到头了 关总 其实陆正葵没死的消息 我跟安可早几天就知道了 那怎么不告诉我 我只是想 等事情解决以后 把陆正葵抓住了 再给您汇报 你们是怕我抢你的功了 不 我是想 人知道的越少越好 这样以免打草惊蛇 好极了 连我都不相信 关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 满以为这次很有把握的 想抓住陆正葵以后 给您一个惊喜 好一个惊喜 你们这是给我示威 因为我不同意 发给你们通缉令 因为我不同意你们在上海 制造这样的紧张空气 你们想抓住陆正葵 给我来个下马威对吧 关先生 你怎么这样想呢 我不怎么想怎么想 你们抓到的人呢 那个杀人越货 在美国在中国制造了一大连串的金田大安的混蛋了 你给我带来了吗 安可 我再次通知你 你已经是一名正式的巡捕了 你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懂吗 如果说对陆正葵的复仇 是你个人的行为的话 那么从现在开始 它是一个组织行动 当然了 陆正葵是要抓的 但是怎么抓 什么时候抓 用什么名义抓 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抓 甚至是抓死的抓活的 那都不是由得你个人说了算 明白吧 行 我明白了 只要抓到陆正葵 其他的 我都不管了 你不觉得这块模板它确实是巧夺天宫吗 幸好它落在了汪四宝所里 如果让美国人拿去了 那么他们从材质和工艺上细加分析一定能得出日本军功参与去 一种的结论 刹佐放心 我们绝不会让模板落入美国人的手里 可模板不还是被盗走的吗 从今以后 惠子一定会将模板随身携带 一定要与模板共存亡 好吧 那接下去 惠子小姐会有什么打算呢 现在模板重新回到我们手里 总算是有惊无邪 只要有了模板 假钞我们可以在几天之内重新开印 少佐放心 我们帝国的宏伟计划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一定会如期完成的 好 惠子小姐不愧是女中豪杰 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大日本军人失望 这块模板虽然只有方寸之大 但它却是我们击垮美国 称霸世界的重要武器 所以 你要尽快地开动机器 让贾美超在市面上大规模地流行 记住 千万不能再有任何失误 是 是 惠子再印假钞 你要亲自负责 不能放手交给你的手下人 如何用人 你今后一定要 考虑清楚 是 惠子记住了阁下的中稿 你说这关总的话 怎么听起来那么别扭呢 安可 别多想了 关总没别的意思 就不希望我们胡来 不希望我们瞎来而已 反正 不抓住陆振奎 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理解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你要知道 你的仇人 也就是我的仇人 是我们大家 共同要抓的目标 我倒是觉得 应该像关总说的那样 对这件事 要好好地琢磨 好好地计划 好好地组织一次行动 就一定会抓住陆振奎 我倒是希望这天早点到 可是 我就怕到时候 关先生又来堵我们的枪眼 抓我们的枪管 还一本正经跟我们说什么 要怎么抓 具体什么时候抓 怎样抓 是抓死的还是抓活的 都不都由你说了算 这 安可 你把关总想成什么了 好像他故意要跟我们做对似的 其实 我跟关总这么多年 我了解他的性格 他就是希望自己的部下 都能是他的好兄弟 他的部下 都能把他当成好大哥而已 好大哥 那不跟汪四宝差不多了吗 这怎么一样呢 反正 陆振奎没有抓到 我觉得关总心里啊 不是很痛快 废话 陆振奎不死 谁的心里能爽 我的意思你听差了 我是说 陆振奎没有死这个事实 才让关先生心里很不痛快 行了 我跟你说了 你是他的准女婿 说多了你不爱听 说不定还去打小报告 不过 我告诉你 你们对陆振奎的仇恨 都不会像我一样 有着切肤之痛 立洁 这种仇恨 快把我的心给烧焦了 我知道 不过 安可 很多时候破案子 就是为了制造假象 我们不仅要紧锤不放 就是论事 而且还要真真假假 遇亲故纵 这一次对外宣布陆振已死 就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 想让更多的机会付出水面 那你说 官总也是这个意思吗 这一次 陆振奎付出的消息 他一定是蛮不顺的 康迅和工部局 一定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郑盔军 军方已经有所指令 要求我们立刻重新开印假钞 霍姐 这正好给振奎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不 这次我会亲自操办 而你的任务是 尽快地想办法 把贾钞销售出去 要全面铺开 不仅在上海 在中国 在美国 也要继续渗透 我们要摧毁美国滥以强大的经济基础 使这个尼苏巨人 在未来的太平洋战争中 一触即溃 是 霍姐 可不可以 给我三天的时间 我只要三天 为什么 我要去找美国回来的那小子 结束我的噩梦 不 你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 小不忍则乱大谋 有 那个美国来的小子 你必须把他 暂时扔到一边 不要管他 等贾钞的事全面铺开以后 再收拾他也不吃 再说了 现在寻补房 肯定已经发出了对你的通缉令 你一定要蒸发掉一段时间 好好地养伤 我可不愿看到自己的勇士 带着伤痛投入未来的大东亚圣战 是 我不敢相信 你们竟然 会把我们美国政府全面通缉的一个杀人凶手 一个正在危害我们国家声誉的通缉犯当成儿性 但愿你们的沉默不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和对责任的推卸 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 收回曾经对你们的祝贺和感谢 我一直在努力地说服自己 尽可能改变对华人警官的轻视 但是 你们用自己的行动 阻止了我这么做 我很遗憾 康逊先生 如果你觉得对华人警探的侮辱 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的话 那么我告诉你 你的这种快乐很无聊 也有失你的身份和风度 而且 对整个案子没有任何帮助 当务之急 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 找到新的线索 把罪犯早日抓获 他是谁 他是我的一个部下 安可 你先下去 怎么破案是你们的事情 我要的是结果 我没有义务也没有时间 坐下来跟你们研究商量 我从来就没有丧失过信心 我请求再给我三个月时间 三个月之内 我一定彻底破案 我希望这是你 最后一次提这样的要求 万一 你就这么走了 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 这些年 你跟着我风风雨雨 担惊受怕 总算都熬过来了 没想到 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在恨我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人在江湖走 哪能不挨刀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让你替我挨了这一刀 索性大厨得报 老陆尘奎那个杂种 已经沉到江底为了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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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信官的想约见你 这段时间 我可没有喝咖啡的闲情一致啊 信官的说 老陆尘奎还活着 关总寻谱 闹了半天居然是这样的结局 我太太被杀 老陆尘奎 磨板被夺 陆尘奎反而逍遥法外 毫发无伤 归齐了 我是竹篮达随气场 王先生 我们谁也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寻谱房是干什么吃的 我王某怎么说 都算是个纳税大户 交到贵处的钱 是论麻袋装的 不至于连这点脂肪 都靠不住吧 你 不过 露死谁手 还很难说 关总寻谱的意思是 我没什么意思 王先生是个聪明人 纵横江湖至存高远 这不会 想当寻谱房的家吧 好吧 我会向全市发出 对陆正辉的通缉令 也希望王先生 多多配合 不过 奥 你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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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了 他有种情报 我找到 你会有一个 你跑出来了 什么叫跑出来了 我是那种人吗 那医生让你出院了 没有 我是不放心来看看你 医生只是说 让我好好的休养 别让我多走路 是吧 医生让你好好的休养 是一个漂亮的女医生吧 是嘉敏疼你 怕你跑多了 跑三个腿 跑臭了脚 让你多休息 行了 一说到这你就来劲 好 跟你说正经的吧 我真是有点不放心 看到满大家贴的都是通缉令 现在有什么线索吗 还没有 不过关先生已经立下了军灵状 说三个月破不了案 他就引咎辞职 是啊 要再不结案的话 关总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李杰 我倒是有个主意 说说看 在美国的时候 这个陆振奎 就像置我于死地 没有得手 我现在回到了上海 他应该知道 就这么做了 我会知道 那你就带来到你去看